原来有段时间没有讲过有线耳机 今集会讲一只Flicker定价是$899的单动圈耳机 Flicker本身是一个多些做CM的品牌 即是你做耳帽耳机 选择面板、颜色、单元都可以 若干年前做过999的CM耳机都挺震撼 现在这一只是899单动圈公母耳机 我们看看它的规格 Flicker最新出的公母耳机型号叫Flow 有10mm的单元 左矿是15昂 都不难推 灵敏度有110dB 噴率范围是5hz到40,000hz 比起一般的20hz到20khz 都是阔一点的 颜色方面是有黑色和紫色 大家看到包装的盒子其实都不小的 是一个正方体 打开它 其实有两层 应该这边就是放耳机 接着这边就会放耳机线和有三个size的耳胶 最近的耳机很流行出一个单元 例如单动圈或者单动铁 今次Flicker 899这只耳机也是一只10mm单动圈的耳机 首先看外形来说 它有两只颜色 刚才说的紫色和黑色 紫色就会配合全透明的壳 黑色其实是黑色中间有一些闪亮亮的颜色 然后整个耳机的底部就是黑色 我自己就比较喜欢闪亮亮的紫色透明那一只 我同事就比较喜欢黑色那一只 大家就选择了 我自己拿了紫色这一只来试听 现在我会用它跟机那条3.5耳机线 配合这个Atom Mini 一条 看上去好像转接线实际上已经是外置解码的东西 去接驳我的iPhone试听 我觉得戴上去都挺舒适的 尤其它上面的耳骨位做得挺贴挺舒服 可能它因为做得多 CM耳机很多人类耳朵的data 所以可以画出一个 挺漂亮的帽去做一个公帽 另外它的体积不是很大 细细粒 不会太赞耳 我估计女生都应该会OK 物理上的隔音都不错 当然那只耳胶你自己要找回fit size 刚刚脱下来看到它的全透明加上那个 紫色闪亮亮好像有些幻彩的面板 都是觉得挺漂亮的 刚才试了几首歌 都是流行曲 觉得它的单元或者调音 都是擅长于中低频 可能始终动圈会 演绎中低频会比较好 如果你是喜欢高音去得很尽 或者你是听交响乐 听一些管乐 那些金属的声音 你要听到很尽 它我又觉得未必是擅长 但如果你是听 pop music Hong Kong Pop也好 J-pop K-pop也好 它都是可以应付到的 尤其如果你喜欢听男声多于女声的话 因为在那个中低频道 我都是挺OK 它的表现 定价是$899 它的造工加上它的调音 各样东西 我觉得都交足货 你可以当它是一只 拿来听流行曲的动圈耳机 除了$899 你可以买到这对 适合听流行曲的动圈耳机之外 还可以优惠价 $228 加上我刚才试用的那条 Atom Mini Atom Mini 有Lightning 和Type-C两个头选择 如果你想一千元附近 你可以有耳机 又可以有一条 挺好的外置解码的话 这个套餐我认为都挺适用的 Flickr Flow单动圈 供无耳机 我觉得它最大的优点就是 外形 配戴感 和适合听流行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